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紧走几步一提鼻子腥臭难闻 感觉金毛猴特别的有聊天 吃完之后都放好了 大腿骨 胳膊骨 脑袋 拍叉 肋骨 摆得特别奇迹 这是个过日子的人 八股不断 丝丝入口 精彩可以复制 老郭无可拷贝 听郭德纲独家向上 就在天津美式 今夜有戏 谢谢 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 你们太热情了 你们都喊得到了吧 好 谢谢欢迎收看今天的天津美式 今夜有戏 本期节目是由乐巴独家冠名风呼 我是二助李云鹏 好 邀请我们今天的主持人 郭德纲 谢谢 你们气热情了 谢谢 谢谢 欢迎收看天津美式今夜有戏 我是郭德纲 欢迎你们 这个今天跟往常不太一样 是 往常上场的时候不拿扇子 今天为什么拿扇子呢 为什么 今天热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题材啊 拿着扇子呢 大家马上能连想到 哎 这是说书 说相声 不错 这是我们的道具 尤其最近呢 用这把道具 我又说了一个节目 叫季工传 你们都听了吗 我个人来说 对季工传是有些个偏爱的 也是从小学说书 学单口相声 季工这个人物 我个人来说 太爱他了 为什么呢 幽默 灰泻 仗义 直言 而且来说呢 看似不修蝙蝙 但实际上心存善良 莫大的慈悲 我老觉得很多地方 它跟我特别的相似 哎 季工传说了好几回了 有一次在剧场说了一回 一回后来被电台呢 剪成了六次播出 还曾经有一次 连说了八天 然后网上呢 按六十回播出的 哎 据传说 网络点击率已经 过了好几千万了 不敢当不敢当啊 说各位这红湖 我还要努力啊 尤其 这次我们又说了一次 季工传 有人说了 你这季工传说的 什么时候是个完呢 我跟您这么说 季工传从原书 到它的叙书 一共将近十五叙左右 我到现在连一叙都没说完 我估计要照这么说 能说得我死 但问题是我且死不了呢 所以这个书咱们是 慢慢说 听季工传得有过日子的心 尤其前段时间 德云社十五周年大庆的时候 我曾经在北京的剧场里边 又说了两篇季工传 头一天 那天还感冒 说了八十分钟的季工传 小月在吧 在 我那天我在 小月那天在 说了八十分钟 有人说累吗 累倒是不累 台下这么多观众 三千多人的剧场 他坐着听你一人说书 我觉得是莫大的荣幸 所以第二天我又说了 但是呢 有一个小遗憾 天津卫视今夜我去去录像的时候 他们只录了第二天 所以说第二天呢 大伙光看看不明白 必须把第一天的得接上 所以我全横了一下 我找他们来着 我说你看头一天的 我自己录了 我把它卖给你们吧 因为这么多年 跟天津卫视交情 天津卫视说 不给钱才行的 后来想了想 这个就不像话了 对对对 于是我就送给他们了 人不能老有钱 见钱在里面就没意思了 然后呢 给了一点 把那个头一天全给了 全给了 把我录制的给大家 你们看一看 来看 新凡战 拿手一指 又打山门一外半悬空 连风在火 黑烟浓浓浓 到跟前了 来在老半悬空 踩落云头 云子里站一什么呢 站着一老虎 但这老虎呢 是站着 它不是立着 像人似的站着 手里捧着光灿灿明黄黄 用手点指菜定国 你哪里走 从来没见过 纪公长老这么害怕 义无脑的 我的妈呀 转身进庙 啊 这庙里的方丈修 下来我可吹你啊 你别掺和 我今天是前来报仇学恨 你这找谁报仇 刚才那是谁啊 纪公长老 他不是纪公长老 他是我的冤家对头 那天说的纪公传 你们都看完了哈 好玩吗 好 啊 听纪公传啊 我们一起来 谢谢你们各位 你们真配合 哎 头一天这是我们自己录的 转过天来天津卫视 知道这消息了 于是带着高清的机器就去了 啊 知道高清的机器 和普通机器的区别吗 哎他叫高清 啊 就这么简单啊 他去录了 录了我们第二天的 哎呦这天录的太好了 特别的清楚 整个画面里都有我 废话一个人猜着嘛 所以说 我们有独家奉献最新版的纪公传 在我们的卫视平台首次播出 来 请看 这两天 感冒 打昨天我就说 我怪对不起你们各位的 啊 没注意 保暖 反正 凑凑活活的站在台上 还能干活 各位 南来的北往的都有 上这来捧我们来 挺好 很感慨的 人生就是这样 嗯 有昨天来的 有今天来的 说了一个单口相声 记公传 有人说这个很难做 为什么呢 昨天来的 听得很开心 你别看昨天感冒啊 站在这说了 八十分钟 今天就不能说的太少 对不起各位 咱们说八分钟 那也不合适 关键就是怕故事接不上 那这就难了 按照规矩来说 要倒书 什么叫倒书 您各位昨天没来 昨天咱们说的是什么 给您讲一讲 但是真倒八十分钟 也不合适 那么昨天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几句话 您就明白 闲话少说 书归正传 昨天的故事说的哪呢 说到 记公遇见仇人了 人们印象中的记公 那是了不起的人物 呼风唤雨 撒斗成兵 多大的妖精 到他跟前夹着一样 那么说 他遇见了冤家对头 他也有怕的 他怕谁呢 怕一老虎 你还这玩身了吧 啊 啊 啊 是吧 所以说照这样说八十分钟很快就到 哼 记公啊 在 七凉山 慈悲苑 这是个庙 在庙里 给人家除妖精 除完妖精 要走 走不了了 半悬空中 来了一只老虎 这老虎啊 手里捧着 一道佛纸 金光灿灿 什么叫佛纸 如来佛的纸 哪个纸 不是咱们说那卷纸啊 圣纸的纸 佛纸 拿了这个 找你算账来了 你该我一命 怎么回事 随朝的时候 在那会儿 记公 还不是记公了 啊 那会儿是随朝的大将军叫蔡定国 文韬武律 马上布下 大英雄 到山里边去 瞧见两只老虎 这两只老虎也是出类拔萃 怎么呢 老虎吃肉 唯独这两只老虎一心向善 想修炼成仙 俩老虎说了 你看这个老虎能活个三分 五十年 咱俩人怎么不能成仙呢 所以说两只老虎咬牙切齿 打着其该吃素 这得多得毅力 吃草吃苹果 吃竹子 啊 乍一吃也吃不惯 一吃吃了五百年 修炼的不错 而且 没干过坏事 啊 啊 竟敢好事了 树上掉只小鸟下来 俩老虎你拖着我 把这给放回去 小兔子迷路了 给送家去 当然送家去把大兔子吓死了 但心是好的 啊 看见猎人了 猎人吓死过去了 给猎人背家去 啊 家里疯了仨 竟敢好事啊 除了不服老太太过马路 什么都干 除了这个之外 什么好事都干 修炼五百年 你慢说做好事 光吃素这得费多得劲 你见过老虎 有人来根竹子跟着咔嚓咔嚓 跟吃甘蔗似的吗 所以说一心向善 万没想到 打将军蔡定国打人过 哎呀 有猛火会伤人 身背后摘下来保交工 任扣大贤 啪 射死了一只 那一只人就走了 两只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是说那只啊 这躺着死了 打将军蔡定国射死一只老虎 没往心里去 啊 下一辈子转世投胎 成了个小和尚 打这起归我佛实事的比丘僧 到后来在我佛驾前站班 降龙尊者 啊 再下凡来就是寄宫 死这老虎可不干 我都吃素五百年了 凭什么你就把我弄死呀 是不是 到处找 我要报仇 可是有意见 按照佛家来说 人与人之间有仇 三世之内是可以报的 你该我一条命 好 我追你能追三辈 三辈之后不能再报仇 就过了追素期了 啊 就不可以了 但是这只老虎想方设法跟了十好几辈 没完没了我一定要找到你 我就问问你 凭什么你这样对我 啊我竟敢好事 所以说这一次 请来了佛指 要找技工算账 手里捧着金光灿灿 罗汉爷打眼一瞧 心咯噔一下子 知道那个佛指是真的 佛没法逗 但是他怎么能得到佛指 我闹不清楚 所以说我明着不能跟他交锋 我先躲有事回头再说 回到西天见我佛如来 我得问一问 为什么过了三世他还能找我 是这么想的 回在了寺庙之中把和尚们叫来 说你们得帮我 这个老虎什么都不怕 怕火 你们给我准备些个烟花爆竹 泡药之类 我要借火盾逃走 正好头年呢 这来了一个小贩路过庙里 坐在这儿卖什么的呢 烟花爆竹 啪啪啪一砸火石火莲 引火之物点起来 就这一大嘴 一道火光 祭天僧借着火光 去哪儿了 不知道 多的功夫按现在说得我一个钟头 落地之后 手腕的心口碰碰直跳 心说 谁都有这个时候 行了 我这是逃出来了 稳了稳心神抬头一看 哎呀 还不如不来呢 怎么呢 半悬空中 火光冲天 浓烟滚滚 在烟雾之中 有一个怪物 太厉害了 这个身材像一个狮子 脑袋这块呢 是十个人头 后背上两个翅膀 这俩前肘 摁着嗓子眼 在天神根转磨磨 正飞呢 罗汉爷一瞧 我可认识他 听过昨天的书 您可能还记得 我们提到了一个妖怪 叫什么呀 金毛猴 什么叫金毛猴 如来佛骑着他 今天这个就是我佛如来的坐骑 罗汉爷一瞧不对 这是如来的坐骑 石头金毛猴 怎么会出来了呢 他怎么上这儿来 这是偷下凌晨 可是自己打不了他 又一琢磨坏了 这个怪物一出现 普天向老百姓够瞧的 他都不用到跟前 天上一飞一张嘴 脑子全吃了 底下这一帮傻子 你这怎么弄着玩儿 哎呀 赶紧隐身躲在了山嘎拉后边 掐绝念咒 把当地的山神土地叫出来 你念 这是念完了 大嘎娃后边 山神出来了 好认识 罗汉爷 出来出来出来 罗汉爷您挺好的 您怎么上这儿来了 我这不落魄了吗 这天上这个 石头金毛猴 怎么上你们这儿 不知道啊 我们也知道 乃是佛祖的坐骑 谁知道他上这儿来了 自到了这儿之后 老百姓为他吃了不少了 赶紧不落魄 爷您把他收了 我哪收得了啊 不说您叫我 我是问问哪能躲 是 这个我跟您说 这个不好躲 它藏在我们这山里边了 嗯 我倒是知道他那山洞 痴人无数 但是好像他随身 还带了一宗法宝 是一根绳子 金光灿灿 上写佛家之宝 罗汉爷点点的 我知道 那就是拴他那绳子 哦 他平时有什么举动 他没什么举动 他就是睡醒了 就出去吃一下 吃饱了就回来歇着 但是 好说话 一个人自个儿老念的一句话 说什么呀 他说这个 哎 只要佛祖不来看他们哪一个能拿得住某家 激公点点头 哦 就怕如来佛 想着这灵激动 有了 说着话一转身掐绝念兽 要不说您这修炼成功的人是了不起呢 变成了如来佛的模样 神配袈裟 啊 满脸上金光灿灿 尬 身高长二 山神吓一跳 您这 您怎么回事 你看我像佛祖吗 神神 神神说 看着像 要不说话 还像 不要废话 这 我尽量板着点 嗯 你要不张嘴行 没事 嗯 你告诉我 他那种在哪了 就在鬼鬼去 啊 我刚才看他在那转磨磨呢 那可能是吃饱了 回来消化消化 哦 他吃饱了 他得转 是 他说这样有利于血糖的控制 嗯 这金光红的糖尿病啊 行 偷钱带右 山神在前面走 罗汉爷后边跟着 一前一后拐过山外 有一个大山洞 黑暗暗雾沉沉 这洞门口拿云彩封着 山神一指 罗汉爷就是这里头 我可不能进去 您请吧 投钱带路 就带到这儿 里面 您都这半仙了 怕什么 那倒也是 嗯 好你等着我吧 转身往里边走 出吗 真出头 不好打呀 这个东西 只有我佛如来能想得住他 今天降龙尊者 壮仪壮胆 假冒佛祖之相 要擒这金毛猴 卖不可就进来 拿手拨开了云雾 走进了山洞 啊 紧走几步一提鼻子 腥臭难闻 再一看两边都是人骨头 摆的这齐啊 感情金毛猴特别的有聊天 吃完之后都放好了 大腿骨胳膊骨 脑袋排叉肋骨 摆的特别奇迹 这是个过日子的人 都编好了号哪吃的哪吃的 再往里边都一拐味啊 眼门前火光冲天 一瞧啊 金毛猴在那趴着呢 罗汉爷稳了稳心神 用手点指 嗯 怎么嗯啊 不敢说话 怕听出来 嗯 金毛猴正睡觉了 这一抬头 哈 吓一跳 也吓你一跳是吧 嗯 万维响动 呦 当时站起来了 这东西是妖怪 好容易逃出来 一瞧这可不行 怎么他找到这儿来啊 再往身后观瞧 佛祖一二出来 也觉纳闷 俩眼珠子望上一番一张嘴 前肢一叫劲往前 就扑过来了 罗汉爷闪身形躲过 打这儿过去了 后爪子 打绑子这儿 刺啦一行 血就下来了 罗汉爷流血 那当然了 什么人也是这样 啊 不管你多大的英雄 多大的神仙 他得碰到的对手 你甭听那个 有人说 哎呀我如何如何 别往心里去 喝多了也吐 挨打也疼 啊 一闪身过去了 俩人一掉个 这妖精啊 心里面也发虚 心里面这是怎么回事 我藏在这儿他不知道 又何况 有打西天到这儿 道可不进 他怎么能一个人 下了临山上来勤我呢 可这相助了 啊 再瞧这佛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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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是不对的 跟我走回家睡觉去 没法说话 娜娜说的福啊 别看洞很大 俩人可就打起来了 打来打去 到底说是技工聪明 心说不对 万物必有相克之处 你别看他厉害 佛祖怎么勤着他 他是准有一个命门 就发现他无论怎么打 他老有一个爪子 护着嗓边 偶尔一离开发现 浑石上下是金毛 唯独这儿 是白毛 啊 甭问 这是他要命的地方 而且 两边一折腾 打身上翻过去的时候 发现他这十个脑袋 有一个不一样的 啊 九个脑袋都是 有眉毛 有眼睛 有鼻子 有嘴 烫着头 哎 怎么又说到烫头了 啊 唯独有一个脑袋 比一般的脑袋小 而且上面长得青筋 这是没长好 罗汉爷最聪明 甭问 这个小脑袋 跟他脖子底下的白毛 是拿他的穴位 再一回头突然间发现 刚才怪物窝这个地方 骨头底下一道金光 激光得寿 一伸手一抓 往上一蹬滴溜一下子 一根绳子 金光灿灿 上面四个字 佛家之宝 旁边有一个万字 万字都知道 我佛如来的logo 拎在手里边 怪物可傻了 金光火星 你要干嘛 你拿我裤腰带干嘛 这是 说时迟那时快 罗汉爷一转身 蹭一下子 真喝出去了 一翻身 就齐在了他的身上 一伸左手 掐住这小脑袋 右手绳子顺脖底下 啪啦一扔 这绳子一兜过来 当时往肉里边缩 感觉这东西是活的 右手 攥着绳子 左手掐着脑袋 疼吧 真疼 你怎么知道 我这么琢磨 啊 金毛猴阿呜喽一声 有一个脑袋一掉个 整奔这左胳膊 咔嚓就咬上了 罗汉爷觉着钻心的疼啊 赶紧把右手的绳子紧了一扣 灭醋 你要找死娘 就这一句话 金毛猴把嘴张开了 为什么呀 我可能太猛撞了 我这一口咬得太狠了 佛祖说话都差音了 因为您知道啊 看电视剧 如来佛一说啊都是 你这婆猴 啊 你这孽畜 都这样说 今儿改了 孽畜 我弄死你 赶紧 哎呀 金毛猴一瞧 这完了没辙了 让人掐着脑袋了 而且绳子套着脖子了 哎呀 顺鼻子眼直冒烟 啊 罗汉爷看看他 你知道错了是吧 我就是为了你特意来的 我谁都没告诉 你也别怕丢人啊 跟我回去 我不跟他们说 回去我也不打你啊 走 今儿好一琢磨 都让人逮着了 回去就回去吧 拖着罗汉爷 顺着山洞出来 脚架降云 呱就起来了 三十三天离狠天 要多高有多高 直奔西天而去 这一道路这快呀 鸡肉流星 驯如闪电 死足生风 先到夏天竹 再到中天竹 最后是上天竹 雷音寺 那是如来佛居住的地方 哎呀 这快 没这么快的 来再了 雷音寺 台阶子 暗落了云头 罗汉爷说 哎呀真快啊 太快了 怎么那么快 金毛活回头 你是假的 我琢磨一刀了 我琢磨一刀了 你怎么知道 我是假的呢 这佛祖说话 声音大差 又何况 这么多年来 我拖着他 在我背上 一字不发 今天你怎么还还寒 怎么这么快 你好像是头回座 我认为你不是佛祖 激公点点头 你知道的太多了 对 守着雷音寺 有四大金刚 这出来了 哟 降龙孙就来了 快把这接过去 快点快点快点 这接过去了 哎呀 你怎么来了 跑了我逮着了 哎呦 再瞧金毛活 直跺脚啊 哎呀 我早知道是他 我不上这个当了 犹打里边 出来了一位罗汉 谁呀 跟激公最好 拂虎罗汉 降龙拂虎 这是一对 拂虎出来 哎 降龙 哎 这老伙计你挺好的 哎呀 那个我找你有事 我知道 我得先面见佛祖 你别见了 佛祖让我出来找你 俩事 啊 这个 一个就是 你跟那老虎吃素那个事 啊 终于怎么回事呢 是 哎 你的 上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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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废话快说 不得跟你数吗 你不十是比邱僧吗 得往回倒啊 倒到十辈之前 你是隋朝的菜大将军 你射死了一只老虎 那老虎吃素 啊 啊 当时是两只 有一只 让你射死了 所以说一只 找你报仇 我知道 我想问 那佛指 那不还有一只老虎了吗 那只老虎 没死 后来修炼成功 第二是 转世为人 第三是 归依我佛 你知道是谁吗 谁 看守佛宝阁的小沙米 佛宝 啊 而且他是负责看金毛猴的 他跟那老虎前世有渊源是兄弟一块吃过素 所以说为了报仇偷的佛指 偷佛指的时候一时疏忽 金毛猴偷下凡尘 所以说我佛已经知道了 之前公案已然都了 你放心老虎不会再找你 而且你把金毛猴送回来了 佛祖很高兴 但是跟你说不必觐见火速赶往太湖 拯救百姓 你快走 过不了多少日子 我也要下凡找你 咱们一块是普度黎民众生 那行 那我走 你快去吧 别耽误事 佛祖说太湖的事还挺着急 那我得赶紧去 那个把金毛猴给我牵来 我奇观了 他不会再让你骑的啊 以后你少见他 他都恨死你了啊 一摁脑袋 妈里妈里 再一倒地 有 来在了太湖的岸边 太湖岸边 拿手掐指寻人一钻 罗汉爷就知道了 这场事可是不小 我要不来老百姓就活不了了 啊 站在了太湖边放眼观 瞧瞧就是东南方向 信不贤牛往前走 走了有半个来钟头到跟前的 这是一片坟地 季公刚往这一站 就要听这地底下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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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着这坟里边出来了一条金龙 腰头白尾扶腰之上 要往上走 罗汉爷站在旁边心说 这可不行啊 你要出事百姓就坏了 拿手一指 这这这这来来来来来 这龙也是死催的啊 跟坟里边呆了好几十年了哈 死尸变成龙 腾出来 出来他迷路了 啊哪儿啊这是 都不认识 哎呀这几年没人都拆成这样了哈 罗汉爷 往前点往前点 这龙还真听话 把脑子递过去了啊 递过去 罗汉爷一伸手 俩手伸出来 一边一个指头 奔着眼珠子 你看不见了吧 哎呦把这龙坑的呀 好容易修炼成功 这出来 刚一看见花花世界啊 一分钟不到瞎了 这可怎么 哎呀 这龙可就疯了 万没想到 罗汉爷 点不拧腰 蹭一声 上了龙背了 左手 砰 抓这龙脖子上这踪 啊 你这时候活他练熟了 为什么呢 竟齐筋猫口来着啊 底下可就乱了 为什么呢 水上来了 龙一出来 他有水啊 龙行有雨 虎行有风 眼瞅这水 眨眼之间两三丈 周围有民房啊 老百姓招势惹谁了 这房子 起着 全倒 罗汉爷把脑子上这帽子摘下来 往地上一扔 妈哩妈哩 啪 呜 改成一大船 老百姓离得近的 赶紧往船上弄吧 站在船上 哎呀 万没想到 来这么船 哎呀这个船怎么馊的 这是 你怎么他这个帽子好闻得了吗 骑在了这个龙上 这瞎龙可不干了 哎呦 上下翻飞啊 罗汉爷心说完了 今天我得破杀戒 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 一伸手 把扇子拿起来了 一吹 扇子有肉 啊 这把俩是扇子 这把俩菜刀 钻这龙 卡卡卡卡卡卡 剁嘴不好剁 那神龙啊 哎呀 这剁不了 再一吹 改锯了 把这龙疼的呀 啊 刚把眼处瞎了 小菜刀夸夸的切 切了几刀就来个锯 啊 简断接说 一会儿的功夫 这脑子锯下来了 扔在水里边 可这身子还动 啊 罗汉爷心说 这个怎么弄啊 压着这个龙 来在了地上 踩好了 又把这个小区举起来 连砍带舵 连销再砸 啊 把这主要这几根筋 给断了 水也上来了 顺水把这龙狮就冲走了 这会儿当务之急 要救百姓 再瞧船上有二百来人 好在哪呢 他这船是帽子变的 啊 上来人帽子还大 上来人帽子还大 能救的就都救了 简断接说 到天黑救了有几百人 吹了一口掀气这个船靠了岸边 扶着大伙都下来 老百姓哭啊 这怎么回事 好眠的日子 这怎么闹的大水了 都别闹 有我呢 你们来看 拿手一指 旁边这有一个破庙 年久失修 来来来 都上庙里来 上庙里来 大伙都上庙里来 又冷又饿呀 啊 这里边有认识的 知道 您是那个 灵隐寺的那个记忆工长老吗 是我 哎呀 活佛呀 您快救我们 我们都饿 别着急 我有法 啊 一仰手 把这扇子变成一杆饼 在墙上给大伙画画 都想吃什么呀 啊 我给你们画 罗海爷别开玩笑 饿不死 会再馋死 你不信我先给你画一个啊 哎 画一烧鸡 吹口气下来了 来吃吃 呼 大伙开心了 这回行了 有活佛在饿不死 画狗肉 嗯 酱牛肉 啊 画盐水鸭 啊 画肘子 啊 来一位 那个您给画一个土豆丝 素的画不了 不会 嗯 怎么他竟吃肉来着 素菜不行 就吃肉吧 啊 给大伙话 啊 酒啊 肉啊 饭哪 啊 好歹是把这几百人 全都按顿妥当了 大伙吃啊 哎呀 那个罗汉爷 我们怎么谢你 别谢我 别谢我 吃饱了就赶紧躺下 一会有个妖精来吃你呢 啊 你的人这玩可怕在这儿 两军阵前打仗啊 帮一枪打着打死 死了就死了 你就怕提前告诉 啊 一切都挺好的是吧 好太好了 那个明下午四点半枪毙啊 这等死是最难受的了 吃饱喝足了 这都困了 他告诉了 躺好了 一会来妖精吃你们 大伙都害怕 呦 罗汉爷你这 别闹别闹 不要紧 呦我才 哦那行 罗汉爷 妖怪来了我们怎么办 好几百人 他一吃吃不了这么些个 吃一个也受不了啊 罗汉爷您别玩笑 您说怎么办 都有我 无论听见什么动静 别闹啊 来了来了 都躺下都躺下 大伙都躺下 谁敢动啊 就指着他呢 闲话少说 耳听着外边 一股子阴风 呜 大伙一提鼻子 腥风 这个风里边 腥臭腥臭 哎呀 男女老少 鸦雀无声啊 唯独罗汉爷 站起来了 都别动啊 我出去我虎子弯啊 来在了破庙的门口 眼门前 暗落云头 站着一腰子 修炼了有五千多年了 今天是头一天出来 啊 因为当初啊 学道的时候 有高人跟他说 说日后你一出世 你首先会遇到一个知觉罗汉 把他吃了 那么你的道行马上就翻倍 天上地下无人能管你 所以今天一算准的日子 哦 该我出世了 尤打弟弟也钻出来了 一阵兴风 刮在了庙门前 望着一站 啊 地上站着忌惊 看着他 你来了 哪 多多多年了 可能五千年了吧 你你干嘛来了 我去吃一个和尚 哦 你等会儿啊 说成等会儿 技工转身进去了 功夫不大 打里边爆出来 什么呀 水潭子似的啊 嘴子这 我得指着你来 你和尚我给你装在坛子里面 把它吃了吗 哦 真听话 抱起来光了就吃了 好吃吗 没味儿 那里面装的炸药 什么叫炸药 我得给你一根蜡 拿了根蜡烛 点着 给 干嘛用的 吃 能嚼吗 哎 别嚼 带着活儿整个咽 你行吧 你如果让你看我有多灵 啊 我特别聪明啊 啊 嘴张辈大这个 啊 啊 刚好吃 鸡公转会儿 说说再见 怎么 怎么还说再见呢 你去说吧 哦行 再见 不 五千年 打地里出来 当时就玩完 所以说有的妖精 还是很可爱的 屋里边老少子高兴了 哎呀 又躲过一劫 要打这儿出来 回在了破庙当中 天光大亮 坐在这儿 说喝口水要歇着 旁边过来几个百姓 罗汉爷 您起了是吧 您来尝尝 这有鱼汤啊 熬的鱼汤 我好好好 拿勺快了勺鱼汤啊 啊 你们你们 熬的什么 哎 这不是闹大水 水下去了 岸边上有一大鲤鱼 三丈长 我们大伙把肉都夸下来了 大伙分支凳 哎呦 你们可惹了货 赶紧带过去 大伙不是什么事 带着去走吧 又打妙里出来 罗汉爷脸上都溅了汗 在哪儿了 前面前面前面 来再聊 岸边一瞧地上 好几丈长的一条大鲤鱼 身上肉都没了 叫圣鱼头 圣鱼骨头了 罗汉爷蹲在这儿啊 眼珠子都红了 列位 列位 你们可惹了祸了 老百姓一听 罗汉爷真急了 怎么呢 说话都利索了 说话都利索了 列位 地上的祸不惹 你们惹天上的祸 这可是大天之祸 怎么回事 每年四海龙王聚的一块 所有水族在一起 有一个分龙会 什么叫分龙会啊 就是龙们在的一块 有个评比 连大龙在小龙 其中西海龙王的七太子 大伙都知道哈 龙王啊是排奥字 奥广啊 奥润啊 太子排摩字的 摩昂啊 摩迪啊 这个呢 南海龙王的儿子叫摩迪 这是西海龙王的儿子 七太子摩方 长着四方大脸 黑块白块的 七太子摩方 吃醉了酒 酒席宴前把桌子给揉了 龙王急了 一顿乱棍 打出去 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 出来之后 借着酒姓化为一条大鲤鱼 在水里边闹着玩 没想到搁浅在这 让百姓们把肉给刮了 罗汉爷说 这可坏了 这要是一找姓 咱们可怎么办 我不怕百姓们受不了 着急呢 西北千天 咕咕 筋骨声响 乌云催满了天 再一瞧半悬空中可了不得了 来了很多虾兵蟹将 中水族手拿刀枪棍棒 带鱼螃蟹皮皮虾 蛤脸撑子 罗汉爷一瞧坏了 送海鲜的来了 百姓们靠后带我上前 才引出来要大闹太后 季工很着急啊 龙王爷带着虾兵蟹将来了 自己的儿子太子被老百姓吃了 那之后这个他天大祸怎么能把它圆上呢 这个季工传呢 说来就在这儿 既有包袱 而且有扣子 你听了哈哈一乐吧 确实挺好玩 但是里边有很多的悬念在里边 将会有什么新的篇幅 让我们拭目以待